亚洲足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中国男足与一流强队的差距却被越拉越大 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比赛 国足前六轮只有5分 首回合对阵日本男足和澳大利亚男足军灵设政 先后0比3输给澳大利亚 0比1输给日本队 虽然次回合1比1逼平澳大利亚 但是离铁前面犯下太多错误 使得规划球员更像是昙花一现 难以支撑国足出现 北京时间2022年1月27日18点 国足与日本队的次回合比赛将如期打响 这一次对话 国足完成了换帅 新任主帅李肖鹏迎来首秀 他在1月中旬早早集结了超过40人的集训队伍 最终挑选了其中22人前往日本参加课场的比赛 与吴磊、阿兰、蒋光泰、洛国富4人在日本会合 李肖鹏最终集结了26人应对课场比赛 最终的比赛大名单也已经出来了 洛国富因为累积黄牌停赛 与吉祥、刘彬彬一同落选比赛名单 吴磊、张玉宁、蒋光泰、戴伟俊、阿兰五大国角 领衔比赛大名单 吴磊、张玉宁、蒋光泰将锁定首发 国足的比赛阵容不起整 没有艾克森、洛国富、费南多三大规划强远 但是依然有机会拿分 日本队的局面比国足更糟糕 四大球星全部缺席 包括吉田马也富安建阳、连田大地、古桥亨武 中轴线的实力和阵容厚度大幅度下滑 加上日本队本届试育赛状态低迷 六轮比赛只有5球 国足6轮7球 李肖鹏有理由率队冲击一分甚至三分 赛前 李肖鹏仍期盼着奇迹 同时期盼着能洗刷24年耻辱记录 他并没有认为国足失去晋级机会 而是要保住晋级的希望 按照当前形式 国足最后四轮若似连胜仍有机会逆袭晋级 李肖鹏的策略是仍围绕晋级的目标去部署 全力保留晋级希望 这样的想法是暗示国足此一争胜 如果国足赢球 将洗刷最近24年对阵日本不胜的耻辱 国足上一次击败日本队 是在1998年的戴拿斯杯 当时2比0击败日本队 根据历史交锋成绩 国足从1984年 零至一首次输给日本队开始 一直到本届市玉赛首回合 0比1输给日本队 遭到了日本男足的14杀 期间总共14次输给日本队 只赢下4场 可见 1984年之后 日本队成为了国足的超级大克星 最近24年各项赛事 12次对决日本队 中国男足创下耻辱记录 零胜5平欺负 很多时候在东亚杯遇到日本预备阵容 也踢不赢 若不是此次试育赛 亚洲区12强赛分到一个组 国足很多时候 已经没有机会碰到全主力出击的日本队 因此 李肖鹏此一也不敢公开释放三分的目标 球队只能按照全力以赴的态度去拼 全力保进及希望 默默期盼着奇迹发生 考虑到两队阵容配置差距很明显 日本男足和中国男足今晚的对决不会很胶着 日本队会继续控制场面 国足将执行防守反击 防守质量和反击质量将决定国足本场比赛的结果